把车开过来 准备送秦子小姐去火车站 是 等车出了临时轨 我想办法让司机熄火 到时候你再找机会下车 在火车站等我 你 你 司令官 你怎么了 我的头疼死了 有数个坏人在里面 杀我 杀我吧 杀我 杀我 杀你 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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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子小姐 哪里的枪 未必 放开 把我的支付准备好 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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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呐 来人呐 哪里 孤独子上的鞋子 不是说好了八点吗 怎么这连院子都没出去啊 别管那么多了 听着 你现在用枪指着我 慢慢走出去 没子弹啦 我有一把枪 天主我爷 谁是中国语 稍微 一会儿 他和谈谈 这样 弹弹也已经知道了 快点回复 是 里面的人听着 我们已经知道 你没子弹了 赶紧出来投降 你这个是大蚊子的吧 能行吗 这是女士手枪 别管 我们已经知道你们的子弹了 赶紧出来投降 放屁 爷爷有的是子弹 不信你过来试试 哪里 那是 我爷爷有的子弹 不信你过来试试 哪里 那是 不信你过来试试 爷爷等着呢 喂 我们 在哪里 他就走 是 我们 他就走 走 少给老子甩阴谋 就这两下子 还想跟我玩啊 后退 你要不让我一枪毙了他 后退 快点 都给我下去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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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开枪 司令官 救我 年轻人 我是大人门皇军 华中派剑军司令官送进 我以我的身份向你担保 只要放了亲子小姐 我立刻让你出去 老鬼子 我也不瞒你 我是专杀小鬼子的于显阳 你给我听好了 今天我让这个女的送我出门 出去以后 我会把她还给你 这事没商量 原来你就是那个于显阳 你既然听说过我 就该知道我说一不二 让你的人把路让开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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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把车钥匙给我拿来 既然人把枪放下 放下 好 你点着点 我这就送你去医院 不行 我不能去医院 日军的新月司令官 已经到南京了 他们的第十三十团 正在准备过江 还有很多情报 我必须马上见到曾楚南 可子弹还在身体里面呢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先帮我找个地方 把弹头拿出来 找地方 这可是日租界 我这两眼一抹黑的 我哪也不认识啊我 顶车 前面有家旅馆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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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往哪里走啊 就在这里 这 这可是小鬼子的地方 可靠吧 行吧 你说可靠就可靠 反正也是没地方去了 金恩君 金子小姐 是我 你这是 请给我一个房间 我要处理一下伤口 好 快 里边请 来 进来 金子小姐 该死小鬼子 他们也太没有人性了 我不是说你啊 怎么穿着日本人的衣服 还往你身上开枪呢 疼吗 有马飞吗 没有 这些混蛋 我不是说你啊 我是说插把眼 这个混蛋在就好了 有毛巾吗 有 姑娘 来 还算晚性 我看你的伤没有伤到药害上 问题不大 但是得想个办法把这个弹头取出来 有刀吗 我的意思是讲啊 得用刀把弹头取出来 但你这个衣服 我得 糟糕 你还把刀子 你还把刀子 找到亲子小姐了吗 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人 封锁城门 前车搜索 火药监人 死药监石 去 天忠 给小丘打电话 让他马上过来 去 谁 是我吉原 进来吧 余先生 我这里有些纱布 也许用得上 谢谢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就别多问了 知道的少是保护你 可是我这里也并非久留之地 接下来你们打算去哪里 能不能帮我们找条船 找条船 可是亲子小姐失血过多 伤势很重 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救治 很容易伤口感染 这你就别管了 我自有办法 哦 若拉包月的车夫是当地人 也许他会有些办法 他在哪里 他就住在附近 把地址告诉我 我去找他 这里和亲子小姐的房间 都保持了事发时的样子 下次来 再乐 是 二楼那么多房间 为什么偏偏闯进亲子小姐的房间 你先下去吧 是 说呀 亲子小姐今晚要回国 按照她的吩咐 八点钟的时候我来接她去火车站 结果却发现亲子小姐惊恐万分地坐在那个地方 而司令官躺在这里不省人事 什么 司令官在亲子小姐这里 是的 司令官 他只要一喝酒就会变得有些反常 接着外面开始响枪 我就把司令官 拆回了书房 等等 可谓正宗的女儿红啊 真是谢谢了 但是医生再三顶住 我绝对不能喝酒 喝点老酒没有关系啊 少语君有所不知 我这个病症比较特殊 哪怕是沾一点点酒精 也会严重发作 事情到此为止 这些事情 一定不能传出去 是 请科长阁下 一定要救回亲子小姐 谁啊 兄弟 我是机缘先生的朋友 想请你帮个忙 什么事白天不能说 非要赶在大晚上啊 兄弟 看门口这车 你是大长车行的吧 我认识你的老板 我不晓得你听说过我没有 我叫余显阳 原来是余大哥呀 我是二毛啊 二毛 余大哥 走吧 我们进去聊 进来吧 秦子小姐 请喝水 你好些了吗 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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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子小姐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都是一些男女之间的私事 说出来 怪不好意思的 不不不 我能看得出来 你能忍受这样的痛苦 一定是受个很专业的训练 所以你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子 秦阳君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知不知道并不重要 但有一点你可以放心 我和你一样 也十分厌恶这场战争 秦阳君 你想得太多了 真的 既然你不想说 我也就不勉强 不过 你的伤势可耽误不起啊 如果你不方便去医院的话 我可以去把医生找来 好不好 不用了 谢谢你的好意 我的同伴 他可以照顾我 就不麻烦你了 他人呢 他 去找人了 你休息我去等他 秦阳君 谢谢你 二毛兄弟 你去帮我找条船 放心吧 于大哥 你忘了 我们家老大就是跑船的 明天早上天一亮 你到秦阳旅馆后门来接我 我要带一个人去扬城湖 好的 参天君 你这是 戒军 你又看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吗 女人 这里受了伤 发生了什么事 女人是我们司令官的贵宾 被你个男的给劫持了 劫持 不会吧 参天君 你说他为什么会劫持 你哪有那么多废话 问你有没有看到你就说 问你有没有看到 没有 绝对没有 浪费时间 戒军 砍好你的人 不要让他们随便乱跑 今天晚上缺成戒严 如果出了什么事 我们谁也担当不起 好 明白 走 苍天君慢走 鱼儿先生 我是吉原 你开始 我也以为是简单的男女死刑 可是没有想到 事情并非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他们是干什么的 对不起 我还没有搞清楚 他们到底是哪一路的 那个女人是松金的贵宾 是的 把她控制住 是的 天一亮我就派人过去 是 这儿 我来找这个人 接着你 慢点 儿子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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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龙会是什么东西 是日本最大的黑豹 什么臭鱼乱虾都往这里钻 来 来 来 慢点啊 小鱼抬进 这 大猫 你看谁来了 你看谁 一只没 大猫兄弟 又见没了 怎么回事啊 鬼子呀 又封城了 就麻烦你啊 把余道哥他们送到杨奏湖去 好 赶快走吧 辛苦你了 上船 快 坐稳了啊 帝兄们 快跟我进去请大先生 帝兄们 吴队长啊 你倒是讲句话呀 这都是你的手下 我怎么指挥的动啊 唐会长 你这可就为难我了 眼下这些兄弟哪个不知道我马上就要派到狮子口去守监狱了 哪个还听我的 再次说了 你也不看看抓的是谁 苏州城里面 哪家哪户 跟这刀汇没有点沾亲带故的 今天你把人家老大抓了 明天你上街试试去 痛了心脏都能咽死你 这 这 这些我都晓得呀 可是小球科长的吩咐 我不能不照办吧 这万一要是把事情做砸了 怪罪下来 你我吃不了兜着走啊 走 我还能走哪里去啊 大不了就去撕撕口 反正我要去那个鬼地方 我 老大 小球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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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来了 什么请客 你不是吩咐我请大先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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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这老头子一根筋的 硬是不肯走 你还让我给他一个说法 还让我给他一个说法 你还那么会摆架子 还那么会摆架子 这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这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这破船还有三斤钉呢 三斤钉 好啊 那我们去会会这条破船 请请 多坐 大先生 好汉不吃眼前亏 你就过去溜的一圈 应付一下也是了 眼前亏不能吃 门头亏也不能吃 我这么不是不想进去 到后来 我的脸往哪放 大先生 这 小舅科长 请 科长 大先生 苏州猴刀会的老大 苏州平台的态度 本来像你这样的任务 应该跟我们大日本皇军一起 建设黄道乐土 实现大东亚共荣的威道 一大事业 真是可惜啊 你偏偏要跟我们作对 不过没关系 有一句话 你一定听说过 如果不能为我所用的话 我就宁可将其毁变 我六岁开始学艺 八岁开始跟着师父跑江湖 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事 我都见过 你不应该拿这个东西来吓唬我 你小看了我这个老江湖 老江湖 兄弟们 跟我出来干 让我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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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他们杀我们的人 给他们拼了 让我们进去 还有 puntos 爸 让我们进去 你真想找她 只要你告诉我 我就饶你一命 我这套命活 活够了 不用你饶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她在哪里 她在铁灵馆 寒山寺 在关前街 你抓不到她 苏州的每一条小巷 每一户人家里 都有一个 与仙一样 你抓不到 也杀不去 よし 我就知道你不会爽 不过没关系 有这么一句话 你应该也听说过 狐狸再搅换 也逃不过猎人的枪口 你说烦了 你不觉得她才是个猎人吗 今天干掉你们一个 明天干掉你们一说 早晚会把你们这帮畜生 赶紧杀菌 换索索成一阁 清爽大平 十门 再坚持一下啊 于仙瑶 如果我坚持不住了 麻烦你 告诉曾楚南 跪 鬼影 鬼影 鬼影出现了 我说姑娘 你得坚持住啊 到那边就好了 到那边打一阵就行了 有叛逆清理 知道吗 我是朝鲜人 我真名 叫李秦子 秦子爷 你是朝鲜人 怎么跟我们曾长官认识的呀 我从六岁起 就跟着父亲四处漂泊 最后来到上海 民国二十一年 父亲和一帮老乡 成立了朝鲜的爱国团 刺杀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泽 曾楚南 就是你们国民政府派来协助我们的代表 白川义泽是你们杀的呀 那可是目前为止 杀掉日军军官当中 级别最高的一个 如果你昨天的那一枪 打正了的话 那杀掉日军级别最高的人 就是你了 天心 那个什么王爷 比大将军还厉害 朝相公鲜宴 不仅是日本天皇的叔父 他还是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 都怪贾老道非要我用他的枪 你说的是 上海的贾老道 你怎么认识他的 他救过我和曾楚南的命 只可惜 完了一步 没能救得来我的父亲 好 大毛 快 小蹲了 大毛 再快点 好 快点啊 你用不着跟我斗这么大的圈子 我和你们黑龙会的那天良品 多少有些矫情 他临终前还跟我深谈了一次 虽然我们之间有些矛盾 但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 既然如此 属下就冒昧了 此番参见阁下 是关于身边的一位客人 我身边的一位客人 你是至亲子小姐吗 嗯 他现在人在哪里 他和皇军的通缉犯 一起躲了起来 你是说 他被那个叫余显阳的胁迫 不 不 他和余显阳是一国的 这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请司令官阁下务必相信 此事乃我亲眼所见 就算你所言属实 那么 你此来的目的何在 难道仅仅是为了告诉我这个吗 据我所知 秦子小姐 与司令官阁下交请匪浅 如果此事传了出去 恐怕有损将军阁下的名誉吧 混蛋 唉 海龙灰的人就会来这一套 这么多年过去了 一点涨金都没有 说吧 你们到底想要什么 司令官阁下 请息怒 我们的首领尔羽先生 打算在上海成立尔羽机关 这一计划 已经得到外部上 和海军航空送不受肯 如果司令官阁下的华中陆军 也能给予支持的话 那你的那件私事 完全可以交给我们来处理 交给你们处理 我们保证滴水不漏 你们有这个能力吗 请司令官阁下放心 我们在苏州 还是有一点点实力的 你在作孽啊 唐会长 把这个老江湖关到狮子口 然后找个大夫给他治腿 还有 一定不能让他死了 是 我这就送他去 看着阁下 这个老家伙留着干嘛 还不如在这里给他来个杀意敬拜 杀了他 还会有第二个老大出现 留着他 群龙无首 之后不攻自破 杀了他 留着他 哪个划算 原来如此啊 好 还是科长阁下 深谋远励 杜贝君 在 是时候 可用这个地方 考虑问题了 是 我前两天 交代你的事情怎么样了 哦 目前还没有什么消息 不过海军已经派出气体 前往阳城湖巡落 我也特别叮嘱他们 要密切留意 郭一庙方向 郭一庙 我有一个直觉 郭一庙 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的老挝 郭一庙 郭大哥 我来吧 小心啊 阿爹 阿爹 村口来了个男的 背着个花里胡哨的女人 他带枪了吧 没看见 去通知郭队长 各位 村里来的客人 大家 都散了吧 余大哥 这条路再往前 就是观音庙了 好 我自己过去 咱们兄弟 赶紧回去吧 现在回去怕是天黑了 没事 走夜船更清闲 谢了 我找啊 好 余大哥 下次到苏州来记得找我 盘门外 马途大谋啊 我记住了兄弟 我记住了兄弟 老乡 我给你打听个事 老乡 大姐 我给你问个人 我给你问个人 大爷 给你打听个人 打听哪一个 郭剑公 金四郡在长官 我们这个村里 没有姓郭的 大爷 大爷 他说他就是这里的呀 还有位钱师傅 带着个女儿 从苏州赶过来的 村里也没有姓钱的 你也没有姓家 要死了 人家 听得下来 醒来 因此 我叫于显阳 是当兵打鬼子的 来找郭剑公 有认识的帮我烧个花 郭大叔 从口来了个人 他叔他叫于显阳 于显阳 于显阳 曾先生呢 从武汉回来 正和显村女说话呢 让他赶紧过来 明白 好了 这老娘舅 也太不靠谱了 太不靠谱了 于显阳 你个臭小子 你居然敢走上门来啊 金字节 他们来了 奶奶呢 谢地 谢地 走 阿元 快 快给我准备一张床 郭长辉 把我上次给你的潘逆洗淋 给我拿一只 我说你小子能掐会算啊 提前就把药放到我这里了 再不打一针的话 伤口感染了 那麻烦就大了 那麻烦就大了 雨香 流淌着年燕花 谁看见云海 盛开出涂花 每一个细节 染亮了泪花 我 回忆时遥远 她 生命如花 无声无息点燃 守着一路的家园 你 身后的寒山 如今已毅然夜半穿 那颗镇的风桥 在岁月里 安静无眠 这颗 blood and a giant 泪花插柳 大的人擅长 挑战回忆时遥远 不紧期望 宝贼 宝贵 深扇 乘耶 图 小貌 每lessly 在天涯 纷飞的雨下 流淌着年年花 我回忆是遥远 看生命如荒荡 无声无息点燃 守着一路的家园 你身后的寒山 已经以为人也搬船 那棵阵带风枪 在岁月里安静无眠 那棵阵带风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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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